行政會議不開會 魔童的牌等到累 上任無奈日說好多事要談 全日開會都在所不適 就算暑假都沒有給他停 但他昨天宣佈 今天行業大多取消 原因還竟然說是沒有議程 明明最近傳到好行 今個禮拜會談免費電視牌 魔童真可憐 未有新台體可能是少 這位人興跟商交所爆煲時代 因為他都是行會成員 死不肯辭職也好 是不是應該談談如何處理這件事 張靖遠先生是否應該留在行會 很多事我都想知道 非常震驚 立法會會不會因為太多工作 停開會一天 我都想不過我們不會 好搞笑啊 既然你們留會就被人說浪費公帑 一年花超過二千萬的行會 開小廁就沒人說了 有經濟的問題 民生的問題 以至政改的問題 特別是他現在民望的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全部都是需要解決 需要商討的 他怎可以說明天是沒有特別的事情 所以停止一天的會議 葉劉氣定神閒得多了 沒有議程等於社會沒有問題 只不過是由個別的政策局處理 他們的文件處理好就會拿上來行會 不過連王永平都說 以往行會開不開會都是機密 不況且近來這麼多事等政府解決 今次離奇一會 C位豪應該交代一下吧 了